疫情再度升温,全球连续两日单日新增超过100万例 世卫组织29日表示,全球通报病例数在上周激增了11% 幕后推手正是Omicron变异株,其带来的风险仍然非常高 即使初步研究显示Omicron症状较轻 仍可能导致医疗体系难以承受 根据世卫数据,徵求病例数从10月开始逐渐上升 最近一周通报新病例仅略低于500万例 并有超过4万4千人死亡 通报病例又以美国、英国、法国及意大利占最大宗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美国在28日新增超过51.2万例确诊 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 而欧洲包括英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塞浦勒斯和土耳其 28月的单日染疫人数也创下新高 虽然确诊数创下新高 美国仍把无症状病例的隔离时限减败 试图降低防疫造成的干扰 而法国则是下令企业 每周至少三天让员工在家上班 彭博资讯策略师警告 投资人如果认为欧膜矿症状轻微冲击不大 可能严重低估了欧膜矿的威胁 寻求可能要准备承受破记录庞大感染潮的重击 而商家的软封城也可能拖累经济 美国CDC初步研究显示 欧膜矿传染力约为Delta的两倍 但住院比例似乎较低 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佐藤实验室的 预发论文则显示 在仓鼠动物实验中 欧膜矿传播力是Delta的三到五倍 但欧膜矿感染者通常是轻症 也比较不会引起肺部严重感染 新唐亚太电视 叶恩杰编译